各位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示范一個 烤酒香蕉雪糕 而這個甜品是可以兩個人吃的 首先我們要準備盒裝的雪糕 我們一定要用盒裝的雪糕 然後買回來之後 我們用一楷, 大約是一寸厚的 就把它切成一楷出來 而這楷雪糕切成出來之後 我們放進碟裡 而這隻碟 大家記得要一個小時前 就放進冰櫃裡, 冷凍了 好了, 現在把它拿出來 把雪糕放進去之後 隨手放進冰櫃裡, 留待用 好了, 另一方面 我們要準備一條香蕉 而這條香蕉不能太熟 好了, 我們把它起皮之後 把它分開七至八塊 我們把香蕉斜斜地切 每一塊大約是一個厘米闊左右 大約有七至八塊 然後我們準備一茶匙半的牛油 把這個牛油放進碟裡 用中火去溶化 好了, 當全部牛油溶化之後 我們要加十五克的砂糖 而這十五克的砂糖放進去之後 我們也要慢慢不斷地攪拌 讓它變成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香蕉放進去 好了, 當我們把香蕉放進去的時候 大家記住, 不可以煮得太久 大約煮四十五秒左右 中火煮四十五秒到五十秒左右 我們就要把它反轉 因為如果你煎得太久 它就會焦 而且會帶有苦澀味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不要讓它焦 好了, 當我們把它反轉 大家要小心一點 要用小鹹慢慢把它反轉 反轉之後 大約是十五秒左右 我們要準備焦酒 大約是半盎司的焦酒 好了, 我們煮了十五秒左右 把焦酒倒進去 一倒進去之後 大約五秒鐘 我們要把整個烤盤離開爐 不要太久 否則那些酒味走光 就不會太好吃 然後我們立刻在冰箱裡 拿出一個冰箱 然後把香蕉鋪在上面 然後我們加大約四克的杏仁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桌 原品大家記住要盡快吃 因為香蕉是熱的 冰箱是冷的 吃起來是另有一番之味 大家不妨嘗嘗嘗 再見